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 据香港媒体分析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层将做调整 习近平仍然是统帅军委主席 两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和张又霞 已经72岁 势必退休 消息称 中国军队国防和军队改革研讨会前天在北京召开 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指示 消息称 中国军队国防和军队改革研讨会前天在北京召开 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指示 军委领导层都曾出席 他强调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 深入破解长期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 结构性矛盾 政策性问题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成就 人民军队体制一新 结构一新 格局一新 面貌一新 要认真总结运用改革成功经验 把握新的形式和任务要求 聚焦备战打仗 用于开拓创新 扎实抓好既定改革任务落实 加强后续改革筹划 奋力开创改革强军新局面 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大动力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主席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总结了这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的重大成效和经验 部署了后续改革筹划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右侠围绕深刻领会改革强军战略 确保改革误求失效提出要求 会上12个单位结合工作实际 就这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有关情况做了交流发言 星岛日报刊文指出 在现任四名军委委员中 国防部部长魏凤和68岁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69岁 按照年龄划线都将卸任 只有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 军纪委书记张声明可以留任 按照惯例 共军军委副主席需要有一名军事将领 苗华和张声明都是正攻将领 两人之中 苗华升任军委副主席的可能性较大 据指出 苗华生于福州一个军人家庭 长期在著名的第31集团军服役 于在福建工作17年的习近平渊源深厚 苗华曾担任兰州军区政委 海军政委 文章并指出 国防和军队改革研讨会前天在北京召开 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指示 军委领导层都有出席 根据央视新闻联播的画面 一些上将以心直亮相 包括 零61岁的李乔明上将 卸任北部战区司令员之后动态不明 但画面显示为佩戴陆军胸标 印证了他接替刘震丽担任陆军司令员的传闻 但相关画面显示 刘震丽上将为军委机关部门凶标 相信有望进入新一届军委 58岁的刘震丽是中央委员 曾经参加中越边境战争 具备实战经验 盛传将接替李作成担任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 3 今年1月卸任东部战区司令员的何卫东上将 必张上四下巴 上为中央军委 下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65岁的何卫东超龄服役 显示仍有大用 不排除是军委副主席的有力人选 何卫东在福建南平长大 曾任驻敏三十一集团军参谋长 副军长 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江苏省军区司令员 上海警备区司令员 西部战区副司令员兼陆军司令员等职 是典型的军事干部 四国防大学前校长许学强盛传已经接替李尚福出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 许学强已是军委机关弊张 看来传言不虚 李尚福上将也有露脸 相信将更上层楼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北京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疫情防控 安全稳定 应急职守等责任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独促推动疫情防控和安全保障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海南省三亚市纪委监委持续监督推动社旅行业主管部门加大督查力度 确保旅游行业各项防控措施落实 福建省龙岩市纪委监委成立多个督查组 走进机关启事业单位 部分商超酒店等 严查是否存在违规发放金补贴或福利 违规吃喝等问题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监督保障不止步 正风反腐不松进 忠诚屡职尽责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大 是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对鼓舞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围绕中心才能找准方向 服务大局才能体现价值 纪检监察工作室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紧扣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发挥监督保障作用 是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所在 生会在即 纪检监察干部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 要忠诚履职 永担使命 更加自觉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好纪检监察工作 发挥好监督保障执行 促进完善发展作用 为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 风轻气正的政治环境 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提供坚强保障 更加自觉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履职尽责 十年模一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渗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持之以恒政风速迹反腐 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 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有效途径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 开创性成就 产生权方位 深层次影响 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 坚持党性党封党记忆起抓 一体推进不敢辅 不能辅 不相辅 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正风速迹反腐 更加自觉地学懂弄通 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学懂弄通 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全党的重大政治任务 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 必修课 看家本领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要带头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同时督促推动全党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 精神实质 丰富内涵 实践要求 坚持好 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不断提高攻坚克难 化解矛盾 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展新篇章 更加自觉地担负两个维护的特殊使命和重大责任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重大政治成果和宝贵经验 基建监察机关事管党治党的重要力量 根本职责使命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团结统一 要不断增强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 即带头贯彻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规定 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又聚焦国之大者推动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 聚焦三新一高重大战略 聚焦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促进共同富裕 推进科技自立自强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重点任务 加强监督检查 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确保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自觉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宁心俱立 团结奋斗 与时拒进加强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 坚持不懈推进纪检监察系统自我革命 时钟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视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一贯之对纪检监察队伍寄予的殷切期望 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做政治过硬的表率 自觉担当负责尽责 敢于善于斗争 坚持以党心力深做事 坚守实事求是生命线 做本领高强的表率 自觉遵守党纪国法 严格执纪执法 加强规范化 法治化 正规化建设 做纪法严明的表率 自觉践行三言三十 坚守清正连结 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 始终保持求真务实 干净纯洁 做作风优良的表率 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 可倾可信可敬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不负党和人民重托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更多详情资讯 请关注晚些时候的中华魂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